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永久免费的说算录订阅地址 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小强club的话 您可能对这个频道还不太了解 这边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小强club这个频道呢 主要是用于给大家分享一些使用的软件 资源和教程等等 包括的内容可能比较多 像一些优化的软件呀 手机APP 或者是免费的资料 素材 还有一些教程 可能都是大家比较平时用得到的 当然这些资源肯定都是免费的 希望那个小强club分享的资源 能给大家的生活或者工作带来一些帮助 大家也可以订阅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这样如果有更新的话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小强club 就是这个了 里面同样也有很多的资源 同样视频上提到的资源 这边也可以获取 然后这边还跟大家讲一下吧 因为很多朋友都说 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获取视频中或者文章中提到的资源 然后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一般情况下的话 我会直接放在视频的介绍下面 简介下面就会有一个下载的链接了 但是如果有一些平台 视频平台 他不能 就是不允许放链接的话 就是大家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小强club里面获取 每一个视频的话 他都会 我都会在视频或者文章里面提供一个关键字 或者叫关键词 比如上一期的话 就是有一个签名设计的软件 然后大家回复这个完整了 必须要完整 但是他没有口号或者双一号 就是你正确的回复这个关键词签名设计 比如这个我打个比方 大家就可以获取这个下载链接了 然后大家去下载就可以了 有些朋友跟我反映说 我这个视频评论没有开 或者说有些评论没有回复 首先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 对不起 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工作的原因 有时候时间不是那么充裕 所以我就没有开评论 这边希望大家就是说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微信 就是微信公众号 就是小江壳 然后微信 微信号的话 就是在微信公众号的前面 加上一个微信的首字母 就是WX 微信 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就是在上面留言 我在空闲的时候 我就会一一回复的 这样的话 我就比较可以 可以集中的回复了 不需要说翻到这个视频上面 或者怎么那种 就是我节约点时间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好吧 直接进入正题吧 前面其实我的视频 已经有讲过这个订阅了 如果大家没有看的话 可以翻一下我前面的 也是跟这个双双鲁订阅有关的视频 现在今天跟大家只是说 更新一下这个双双鲁订阅 格式还是不变 就是以前我们那个格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的视频 我们直接更新一下 今天的那个验证码 今天的验证码是WALK W-O-O-R-K WALK 工作 五一结束了 好吧 我们现在都要上班了 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 这个无疑 我还是在外面玩了几天 跟家里面了 我们废话不多说吧 测试一下这个节点吧 更新完 大家订阅一下 这边会有一个订阅完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 大家还是 如果服务器连不上的话 还是刷新一下 如果实在连不上 就把那个连的调成全部 全局 有时候需要全局 才能更新成 我们现在试一下这个速度 直接油管吧 好 我前面自己其实试过了 一般的话就是6万到8万 但是我也不知道现在车能不能达到 反正1080P是没有问题的话 没有问题的 但是有时候可能是高峰的话 可能会有点影响 好吧 我们现在测试一下吧 好 直接就开了 我们看一下 直接是1080P的开始 我们调到8K 看一下它的速度吧 速度再升 2万 可能这个时间段上网的比较多吧 有一点影响 2万 现在基本上稳定在2万几 3万 我刚刚前面视频前 我测了是有8万的 6万8万的 他这个还在升 反正先测到这边 大概大家心里面有个数 基本上就是说 能保证在3万到 3万的样子 基本上 如果是不是高峰的话 可能到8万没问题 反正1080P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还是 链接的话 还是这边 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小江克拉 然后里面回复一个 回复一个订阅 然后就会 里面就会 到里面下载一个最新格式 根据 根据里面的提示吧 然后再来这边获取验证码 大家回复验证码 就可以得到了 回复得到最新的验证码 当然这不是最新的 等这期视频发出去的时候 就会有最新的 这是上一期的验证码 然后这边更新的话 我还是像以前一样 方便大家 方便大家更新吧 放在那个微信公众号里面 大家每次不定期的 到这边来获取最新的验证码 就行了 同时我还是会放在 那个网盘里面也放一份 然后在这个视频的话 我也同期 我也会同期的做一个视频吧 然后更新验证码 大家看自己的哪个方便吧 就哪个来更新这个订阅地址 反正是永久免费的 速度 我不能说是说保证8K什么4K 反正1080P一般是没问题的 好最后 今天就到这边吧 这边呢 我还想跟大家做一个声明吧 就是关于 小强club 里面分享的所有的资源 包括软件 APP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素材资源吧 除非是我自己有做过单独声明的 就是说版权归自己个人所有 除此之外 其他的资源都是我从网络上收集而来 收集整理 然后感觉有用的话 就是给大家分享 能给大家带来点帮助 但是这并不代表是说 这个东西就归我自己所有 所以大家也不要用于其他的商业用途 特别是有一些拿去淘宝上卖 这种我是感觉很不好的一种行为 我分享这些资源的目的 就是说想给大家 就是说用于学习和交流吧 并不是说想要给大家 就是说用于一些商业用途 特别是很多有一些吧 有一部分人说拿去淘宝上卖 这种我觉得太不好了 这边我还是想说一句 如果说我的视频或者文章 或者我分享的资源 如果有侵害到你的权益的话 请您联系我 告诉我 我会第一时间进行删除 最后的话 如果小强club分享的资源的话 对你有用的话 麻烦您关注或者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如果可以的话 还可以订阅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小强club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获取最新的资源了 谢谢您的支持 再见